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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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两位啊 这个恋爱谈了多久啊 一年 都是学生 是大学同学吗 是 是同班吗 不是同班 是一个系的 咋认识的呢 就是大一军训的时候 我觉得他挺有文化的当时 然后挺优秀的 军训都能看出文化来啊 正常大学生嘛 然后都挺爱玩的 他不是 他就喜欢一个人 当时我就觉得他挺特别的 他就喜欢一个人 就是和别人不太一样我觉得 但是我看这小片里好像 谁说的什么 你的知识已经成了我们的枷锁了 是谁说的 我说的 哎呀 怎么知识变成枷锁了呢 就是一开始觉得他 我的知识也挺好的 但是后来慢慢我发现 他总爱卖弄他自己的那些知识 然后还姿势过高 也谁也看不起 然后非要把这些东西 强加在我的身上 整天给我灌输一些思想 我就觉得我每天都挺累的 你能举点例子 让我们了解一下吗 就是我俩走到哪的时候 他就非要给我上好几堂课 然后就炫耀他自己有多厉害 就有一次我俩去盘山旅游 我本来就是去放松的 然后他可好 他跟我说什么乾隆多少次来盘山 然后又问我说 你知道清朝有多少皇帝吗 我就是去旅个游 我哪知道这些呀 当时问的我都发懵了 然后还一直给我讲 我当时就觉得 我面前就不是一堆山了 就是一堆黄人在那飘 然后后来我就慢慢觉得 他怎么会喜欢我呢 我这么普通 然后后来我觉得 他有可能就是为了衬托 他自己有多优秀 才和我在一起 那《三字经》里面都说了 这人不学不如物 这人不学那跟草线有何意 我们人生在世 如同白鞠过兮浮游于树 少华白手那不过转瞬 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用有限的时间 去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精进 我不觉得我这样做有什么错呀 我更不敢与你那种 浑浑饿的日子苟同 那你就应该 那你就觉得 你每天都怀才不悦 然后你觉得 你就是干大事的人 就是个大才 然后你每天都不想想 你以后毕业 也不想想以后工作和实习的事 我从来没有觉得 我什么怀才不悦 我经常都说 我只是偶尔的感慨 我从也没有觉得 我自己有多少知识 知识有多丰富 那只是我偶尔的感叹而已 他平时就这么 不好好说话 就是咱们正常的交流 他都不会 然后说话 就带个什么知乎者也 跟我说什么文言文 他有的时候 就自己说错了 然后还不承认 就说他说的是对的 他看书 他喜欢看书 然后他有可能 就看了个前沿 然后翻了两页 就看点皮毛 然后就跟我 他不光跟我这样 他同学跟别人也是这样 人家比他懂得多的时候 他就不承认 就非说自己是对的 然后就跟人家去讲呢 然后有一次 他跟他同学去投个稿 就是好像是写那种文章 然后他的就没选上 然后他同学的那个 就选上了 他跟我说什么 他同学写得不如他好 就跟别人去说 说什么 他同学的文章 是他帮着写的 其实跟他没什么关系 他就见不得别人好 说人家什么 吃不着福都说不着算 后来好了 人家给我俩都拉黑了 就好像我也是不懂是非 就像着他一样 不是 是这样的 那篇文章里面 确实有我给他说的痕迹啊 我在里面看到了我的东西 你没看过那篇文章 你就不要妄下乱断 还有你说我什么学习 只看皮毛 只看一两页 看前页 那你呢 我力所能及的尝试 那总好过你一页也不看嘛 啊 我不看 我不也跟你一样吗 我现在不也和你是同学吗 你说你在这跟我 哼什么哼啊 他年纪轻轻 他喜欢干啥 他喜欢盘串 没事坐着盘串喝个茶 他就不像个正常的人 我就希望他去跟我同学 他没去打打游戏啊 我天天我看着他我都愁不得慌 那打游戏有啥好的 我就真不知道 我盘串咋了 我既能修身养戏 我还能尽下心来思考东西对吧 啊 你打游戏好 哎来大家评评你啊 我说你打游戏可以 咱可不可以边玩游戏 边思考东西 边学习东西 啊 你说他喜欢玩那个王正荣 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 那个曹操是哪个朝代的 他可好 跟我说曹操的技能是回学 我问你 那高可考他的技能吗 我现在不也上大学了呢 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然后有一次我跟他说 我想要个帕诺拉的手链 人家可好 送我一个那个小核桃的手串 他带个盘串 我带个手串 然后我俩就这么牵着手 在学校里走 别人都看我俩 核桃手串咋了 你跟我一起修身养戏 那我不是为你着想的 行 咱再说说我今天过生日的事 你说说 人家女朋友过生日 男朋友送啥 蛋糕 巧克力 鲜花 我男朋友送我啥了 送我三本书 第一本什么 你其实还不够努力 第二本是 蔡康勇教你说话知道 第三本是 什么半步论语治天下 你想我多笨 多不会说话呀 你买本书教教我 然后让我去努努力 然后我给你治个天下去呗 我送你书 那也是为你着想吗 我送你书送的啥 那是精神财富 那对你以后也是大有必义 是不是 那别人的男朋友 还没这心思呢 你怎么知道别人男朋友 没这心思啊 天天跟我说这说那 然后跟我立各种规矩 吃饭的时候 不让我翘二郎腿 还不让我说话 然后吃饭的时候 看个手机都不行 天天想我浑身都是毛病 这我都能忍 最过分有一次 我跟他回个家 我记得是过节 然后他家里 当时来了几个亲戚 但是我大老远的 跟他回家过个节 我怎么说 我也是个客人 到饭点很好 人家一家人做饭桌上了 然后我就上厨房拿个碗拿个筷子 在那跟一帮孩子在那吃 我当时就觉得 你每天就弄这么多规矩给我看 我从小也叫声关养了呀 你为啥给我弄那么多事 然后为啥我每天都受着气呢 这些规矩 不是我要你遵守的 我自己也要遵守 这些规矩 从我太老爷他们那一辈 就传下来了 不能破 我们俩别无二致 是吧 啥规矩啊 听了半天没听出啥规矩啊 就他吃饭吧 他总在吃出声 啊 翘个二郎腿 这 这怎么能行啊 我去他家吃饭 不能上饭桌 人家一家人做饭桌上 我都不能去饭桌 这又是啥规矩啊 这上饭桌 他历来的规矩就是 男生才能上 那这个规矩也没办法 家里必须得遵守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大男子主义 嗯 然后以自我为中心 他就想控制我 他跟我说 让我毕业之后不让我少工作 让我在家照顾他 然后给他带孩子做做家务 你也不看看你现在 你拿什么养我啊 你拿什么养家呀 然后跟我说啊 不让我跟别的男的说话 不 现在这都什么时代了 还不让我跟别的男的说话 你总觉得什么都不可取 我觉得你这样说就不妥 如果你能把这给我做好了 那你与常人不是 我让你发一个咱俩的合照 发个朋友圈 你跟我说什么 我不发 你说说你 你买本破书 你都得发个朋友圈 然后去个地方 你都发特别长特别长的文字 你怎么就不能发咱俩合照了 对了 我今天还结了一个 他发的那个朋友圈 然后结了一小部分日常 你们看他的那个 那个微信名和那头像 那不如闹的人 他还以为是我爸的 你看他发那个 都小妹呀 哪是一个学生该发的呀 然后啊 每一天都发好几条 特别多特别多的朋友圈 就每天我要不看那微信名 我真以为是哪个大学教授 在那传授知识呢 完整一看 这是我男朋友 我都觉得丢人 一受点错了 也得发一个朋友圈 要不就是贬低别人 要不然就是提升自己 其实我觉得你要喜欢读书 我我我首先先说 读书没有什么不好对吧 对对对 但是喜欢读书别卖弄啊 我觉得我没有卖弄啊 我觉得我都是自然而然的 表达而已 其实我读书也读得很散 也不轻 毕竟我年纪也上小嘛 不是对啊 那你就好好跟姑娘说话嘛 喜不喜欢人家啊 喜欢 爱不爱人家啊 爱 谈恋爱就是谈恋爱 咱们别把很多事情混在一起 你你盘珠子 那是你个人爱好对吧 你喜欢读一些老书 那也是你的个人爱好 真的读了就 别别到处卖弄就不太好 书这东西一定是读给自己的 跟别人没关系 但是他总说我卖弄 那他呢 他没规没矩的 平时站没站向 坐也没坐向 他在生活中 一点都不求圣洁 也不思进学 对我问题 他永远只看表面 永远不去探教 不是那你也不 即使他真是这样 你也不能在公开场合 就这么说他呀 我只是希望他能够看清 然后改正 不是改正啥呀孩子 比如说他自己就说 他以后想当老师教音乐 我说好 你想当老师教音乐 所谓富有师叔气自华嘛 他肚子里啥都没有 他以后怎么去教学 怎么为人师表 他不光就是我们俩的问题 他跟我朋友也造成了 挺大的困扰的 就是有一次 我和我室友 我们几个一起吃饭 然后我们的关系都挺好 他就跟他男朋友开玩笑 说人家男朋友犯了个错 让人回家跪了个错衣吧 然后他就突然不乐意了 当时就 我觉得挺尴尬的 我就想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他这样挺得罪人的 然后还有一次 我俩看个偶像剧 就是本来女生都爱看嘛 然后正好看到那个男主下跪求婚呢 然后他说啥 他说什么 男儿膝下有黄金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那咱俩结婚你就给我下跪了 然后他跟我说 他说你也不用跟我下跪 咱俩就这样就行 我真不知道他咋型 说出来这种话的 我觉得他就没有情商说这种话 你让我堂堂七尺男儿给你下跪 你脸上有光 那你的朋友对这小子的评价 是什么评价 对了我还带来我闺蜜有一个 就是对他的评价 我也想让他看看 他在别人眼里的到底是什么样 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 小齐的男朋友 平时特别爱妆 说话的时候就咬文咬字那种 要我们一块出来吃饭的话 有他别人根本就不用说话 就听他一个人在那说 还有就我们女生嘛 在一块不就喜欢聊聊化妆啊什么的 然后他就数落我们说什么 没内涵没气力 在脸上画再多都没用 就透着一股拥虚 当时我就可生气了 有这么说自己对象吗 我反正是挺支持他俩分手的 这次我就想听老师 好好教育一下他 让他知道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这就有点较劲了啊 谈个恋爱较什么劲呢 家里头 打小就培养读古书是吗 还是你自己喜欢啊 家里也有这种方面的培养 然后我自己也挺喜欢的 这个不知道内敛一些吗 干嘛这样啊 我觉得我们这一辈人学习 就应当勇于探讨百家之民吗 为什么要累年呢 我们就应当 大家发出各自的意见 不是你的意见是什么呀 你得让我们知道啊 多学中国博大精神的文化 行 你学什么专业的呀 学我他都是学音乐的 学音乐的 对 怎么样那行吗 还可以吧 还可以 那他肯定在你们那个环境里面 就属于特别出格的 那么一个人对吧 对 年轻人 反正我觉得有一点啊 年轻人如果真读书 好读书是件好事 但是我觉得 即使你有了知识 也不能迈弄 女生有一些观点 其实我也挺不认同的 虽然男生做得比较过分吧 但是我也挺不认同的 比如说 关于过个节送三本书 你觉得这就有问题了 咱们先不说送的是什么书 就是能想到送书这件事 我觉得也好 他可能就真的喜欢这个 有一些规矩可能迂腐 是错的 有一些规矩可能 真该守的还得守 这个你们听听老师们说 好不好 我们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我对于刚才男生那一段 在台上的语言的展露的过程 我理解为才艺展示 就是才艺展示要适度 如果过了的话 就会引起极度的不适感 我们觉得读书 读好书 或者说我们去回顾历史 去憧憬未来 去看一些相关的书籍文章 是一件非常棒 而且了不起的事情 甚至刚才在你一上台的时候 一开口说话的时候 我对你的好感度非常的高 我觉得这个男孩 这么爱看书 一定差不了 结果我发现我错了 真的差了 因为你读了那么多的书 都没有读到 也没有学会两个字 叫尊重 我们有的时候说 觉得别人尊重我们 是因为自己很了不起 但其实不是 别人尊重你 是因为别人很优秀 因为越优秀的人 越懂得尊重别人 听取别人的意见 看看别人是怎么想怎么做的 而不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你不能以自己的标准 去要求别人 去评判别人 我觉得如果真的爱读书 想要去更博学多才 踏踏实实的静下心来 做好你觉得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好不好 只女生呢 想说的就一句话 如果你不喜欢 那就离开 就是可能她有她的不是 但是你不能 用你自己的一些价值观 去评判她 好吧 那读书人最后 送你一句话 孤烟无银万里沙 愿有人能与你同他 谢谢 问男孩儿两个问题 知识等于智慧吗 我觉得等于 等于吗 我觉得知识越多 懂得就越多 只是说有可能 是 因为我接触到很多知识 并不是很高 但是她在生活方面很有智慧 为人处事 让人很尊重 很佩服 所以说不一定知识 就能等于智慧 知识等于能力吗 我觉得也等于 我告诉你她不等于 有知识人可能会有能力 但是 由于你 比如成为一个某一项 知识领域的专家 但可能你在其他领域 就能力很差 比如说你会做饭吗 会 愿意去做吗 愿意啊 那你为什么要 你的女朋友今后就在家 要不要工作带孩子做饭为你呢 我愿意做饭 不代表就是说 我一定要在家给她做饭 诶 就是说特殊情况下我可以做饭 但是这她要做饭 这是她理所应当的 你看 你太过于表达自己的能力强了 你就因为自己知识 相对于你的女朋友是很渊博的 所以说你不愿意为她做很多的事情 不愿意去为她做饭 不愿意去感受她能理解的事情 比如说你们一起去旅游 你在旅游的这个地点 说出了这些旅游相关的知识 我觉得非常好 但是是女朋友想去了解的 或者说在旅游那个境地 女朋友自己享受的是什么 你不去了解 你不懈地去了解 因为你知识比她多 同样 女朋友的朋友你也不讲究尊重 在所有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只是在自说自话 你也不了解 你的女朋友和她的朋友们 是否愿意听 你所说的那些知识 所以说当你知道 知识并不等于一切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谦虚 因为现在你觉得自己很厉害 就是因为你觉得知识 是可以等于一切的 甚至于你可以不去尊重别人 同样女生呢 男生是有缺点 而且也很明显 同时他也有优点 这优点其实是应该 你要去懂得欣赏的 看书本身不是缺点 而是他性格当中有一些短板 如果你愿意去包容 或者说你可以去慢慢地影响 它变得更好的话 你们还可以走下去 但如果连欣赏都没有了的话 可能就是需要分手了 就这样 其实读书是为了让我们 有机会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 然后与这个世界和解 与自己和解 而你站在这里 整个是一个拧包的状态 书读对了 会让我们看到生活多样性 书读错了 就变成了可怜人 男生 你说你爱传统文化 我们传统文化 从来都是兼容并包 彼此尊重 上善若水 后德在无 你的德和后在哪里啊 所以我觉得 你至少应该学会 与时俱进 让自己迂腐的思想 多少有些变化 跟得上时代的节奏 跟得上大家的节奏 才会被别人认可 所以我觉得 你都不是说谈恋爱 和他怎么相处的问题 你是先和自己和解 先和这个世界和解吧 你不调整自己的思维模式 将来苦头在后面 而姑娘 其实我想说的 你也不见得就 在这段感情当中 多么的无辜 或者是受了委屈 其实你选他 最初你就说了 因为他和别人不一样 别人都在玩 他在读书 其实你找他 也有嘚瑟的这个成分啊 你看我的男朋友 和你们不一样啊 他不打游戏 他盘串 他读四书五经 多么与众不同 所以你的初心 也不是因为喜欢 如果你真喜欢他的话 当你们去爬山的时候 他会给你讲 历代的皇帝 我听起来特别有意思 你是嗤之以鼻说 哎呦你讲的什么 太无聊了 所以你根本不爱 这样一个 更喜欢研究 有传统东西的男孩 你不喜欢 就不要和他在一起啊 最初的目的 不是因为相爱 就会导致你今天站在这儿 看似是我们 在说他的迂腐 他的奇怪 其实 也是让你站在一个尴尬的境地 其实也不好 希望你从这段感情中 汲取一定的经验 再次去找一个人 一定要先喜欢 再看他是不是优秀 而不是因为你觉得 他和别人不一样 让自己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谢谢 人无技巧高下之分 却有境界优劣之变 你有多少技巧 你读多少书 不重要 关键是一个人的心境很重要 读书是为的是什么 读书是为了提高一个人的素质 你那么喜欢显摆 其实也可以理解 说实在话 在座的各位有谁不愿意显摆 自己有点学问 多多少少都有吧 也喜欢引进句点吧 但是我们懂得适可而止 你不能在你表现的时候 说你不读书 你是个大老粗 你不懂道理 你很粗鲁 你很野蛮 那就不是说爱读书的本性 那你就跟那些 腰缠罐罐 喜欢到后面 把一面书架子 买上很多书放在上面 我好博学呀 你跟那种人有什么区别 你读书是为了增强自己的素质 在该用的时候把它用出来 偶尔的时候 当别人向你求教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他 这个事情我读过 我懂 然后稍微有点沾沾自喜 我觉得这也正常 天天人家没问你 没有这样的需求 你主动要告诉别人 我读过四书五经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每天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自己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明白吗 以后你读多少书 你就烂在你肚子里 需要表现的时候再表现一下 论语里面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君子之道忠述而已 就是要学会宽恕和尊重 你把自己的女人说得一塌糊涂 你是君子的行为吗 你说着看 不是 对啊 对于女生所说的是 我非常欣赏颜品红说的那句话 你一开始也是有点虚荣的心 觉得自己的男朋友博学多彩 与众不同 会有一点点脸上有光 后来发现自己的这点虚荣害了自己 对我欣赏你是一个读书人有文化 你却反过来嘲讽我讥笑我 其实如果你们两个人 都是真正的觉得文化很重要 那应该从自己的提高开始 一个不动不动去侵蚀别人 不尊重别人 另外一个也要懂得内心 的确要有点上进心 成天买化妆品打游戏 那也不是互相提高吗 是不是 也不用 最后就说一句话吧 谈恋爱谈得单纯一点 恋爱跟你读多少书没有关系 恋爱就是把自己的一颗真心 掏给另外一个人 揭晓米喜金如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无论我们俩能不能走到最后 我都希望你能不那么支持 然后改一改自己的性格 无论对谁都一样 这样的话对大家都好 对你也好 其实我从来没有迈动自己的知识 我也觉得我没有不尊重你 我总不能阿谀奉承的把你错的东西 说对的对的我觉得那对你以后 不管是和我在一起还是和谁在一起 那对你以后都没好处 可能我说话的方式有点过 但是我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你能知道那些东西 我们牵着手 想离忘都不迷恙 想到带出不迷恙 我们却在爱中 谢谢两位请回吧 与一切都一样 你不爱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登陆 最后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狗视频 爱奇艺 PPT 聚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看他们的选择 请开 你女生为什么又回来了呢 我觉得他对我也挺好的 就是吧 我也有错 但他也有错 我俩一起改呗 男生你那么看不上他 你咋也回来了呢 我没有看不上他 我只是希望 他能改其中的毛病 因为毕竟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 相辅相成吧 我跟你说啊 记住 形式主义害死人 干嘛都别玩形式主义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你们 请回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由一倍时提供的 深海垂浸水嫩保湿套装 24小时保湿实时透水嫩 古方鲜红糖为爱情保鲜 成功牵手的嘉宾 将获得由古方鲜糖提供的 爱情保卫战鲜红糖礼合一份 来 我们来见证 属于这对男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我知道 其实我做了很多 不对的地方 把这些规矩强加在你身上 我今天来这儿 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 要好好地反思了一下自己 我觉得有些东西 是应该慢慢地去接受它 去把它给排除掉 所以我希望 我们以后能好好在一起 来吧 亮灯吧 回去吧 好好相爱 谢谢 谢谢 来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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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祝他们开开心心地过好 他们自己的小日子吧 该读书的 要读书 不爱读书的 读读书 来 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两个人相处有一个时间了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相处得都挺好 但是后来我发现 他好像给我挖了一个陷阱 而我现在好像就被他给赖了 我希望他能好好地 从你审视一下 去再乱返些 掌声有请 有请 小张28岁 来自辽宁房产中介 小杨27岁 来自四川无业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是谁要来的呀 是我要来的 来干嘛呀 我就是想分手 想分手啊 分了不就得了吗 不是 但是他现在不跟我分手 不想分是吧 谈恋爱谈了多久啊 两年多点 怎么认识的当时 是在一个聚会上认识的 因为我是干这个的嘛 不是 你是干哪个的 干那个就是房产这方面的 房产那边 经常有那个开发商请吃饭嘛 然后在那个聚会上认识他 然后后来呢 他就是房子到期了 他托我给他找 然后后来找了一段时间呢 没找到什么合适的 后来他就提出来 他问我 他说你是怎么住的 然后我说我也是一个人住 然后他就想着 合租行不行 因为他那段时间工作也 那个换得比较平板 没什么钱 然后一想着 这小工县也不容易是吧 然后我就想帮一把忙 后来就好了 后来就好了 不是 那也是过了一段时间了 因为就是女生嘛 比较那个擅长那收拾家务什么的 而且还擅长做饭什么的 时间长就九十九只 反正就是感觉还不错 就好了 对对对 那现在为什么要跟人分手呢 后来呢又发生了好多事情 他就是中途也欺骗过我很多次 好多次呢 对 算是吧 剪几件重要的说好不好 就是因为半年前嘛 他那个在北京过的 就是可能也不太顺利 工作也就贫贫的换 然后他感觉感到有点 就是坚持不下去了 然后正好老家那边呢 也算是有点机会 然后他说想回家了 我也实在是无能为力 我也不能给他找到更好的工作 然后他既然有更好的选择 我得尊重他对吧 后来就是走到头一天晚上嘛 我们两个反正也都很痛苦 痛苦什么呀 不就回家找个工作嘛 那不就两地了吗 就是他回老家 你们就觉得可能要分开了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虽然没说分手 但是心里反正也大概知道 是什么意思 后来他就回去了 回去了 然后这段时间呢 我也是还是很想他嘛 然后经常给他打电话 发微信什么 但是他都没有回我 电话也没有接 然后后来我就想一想 可能是人家有什么别的选择了 是吧 然后我也就 后来就没打电话了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突然间他先给我打个电话 然后他说家里逼他相亲 但是他不想跟那个对方 结合什么的 然后他想让我回去解救他 这个词用的啊 因为他父母逼着他嘛 把他关家里不让他出来 然后我一听 然后他说他还想跟我在一起 然后我一听那我就回去吧 你们俩失联了多久 他让你解救他呀 半个多月 去了 对 然后呢 然后去到他家里之后 他父母就是见我面之后 跟我提的都是一些结婚的事 啥意思呢 就比如说小张啊 你现在是不是有没有房啊 有没有车啊 就是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了 你不是去解救他去了吗 是啊 但是他之前肯定是跟他父母 是这样说 反正我理解是这样的 肯定跟他父母 天天都说好了 我男朋友什么怎么样 不是 他是去解救你吗 姑娘 是 那你父母为什么跟他提 结婚的事什么意思呀 因为我父母不是 想让我在家里找一个嘛 然后我就不想和他 想起你结婚 我还喜欢他嘛 还是想和他在一起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有男朋友了 跟我父母说 我男朋友条件还不错 有房有车啥的 当时只是想说服我父母嘛 然后我就说了这个情况 后来呢 后来然后他父母一看 我感觉我条件还可以 然后就让我把他带回去了 哦 你说你有房有车了 我虽然是没有 但是我看他的意思 就是让我说是有 然后我也就硬着头皮 答应下来了 啊 那你们俩叫联合欺骗 不是他骗你啊 你们俩联合骗了他父母呗 这人这没骗你啊 就想跟你好啊 不是 我根本就不知道 是他让我回去 就跟他父母这么说的 我也没想就说 是跟他父母说 我有房有车什么的 哦 然后后来回去了 然后因为这段时间 他也就是 在家过得也非常不愉快吧 嗯 然后我就想着回去之后 先就先在家缓一缓 过段时间 然后再出去找工作什么的 哦 然后这段时间 他就是可能待得比较习惯了 每天就是 除了玩游戏 看电视 或者是购物什么的 也不干别的 哦 就不工作了 对对对 这是为什么呀 我也四处投简历 然后找工作了 然后就是对方没看上我了 然后就一直在找 所以就是处在 一直在找工作的路上 是这意思吧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如果是他一直在找的话 那我也可以理解他 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去 我就之前让他 投简历找工作嘛 有几家公司通知他去面试了的 但是后来据我了解 他根本就没有去 因为那几家公司 有我朋友站在那 后来我一打听说 他根本就没有去面试的 哦 没去 去了 哎呀 那我信你们俩谁的呢 去了 真的当时那个 人家没看上我 因为嫌我学力低啊 然后工作经济也不足 哦 人家去了 我打电话 特意确认过这个事情 我朋友告诉我 说他没有去 确实没去 确实没去 然后后来他又 他实在是硬着头皮撑不下去了 然后他告诉我 说找到了一份工作 然后后来呢 也就一个星期左右吧 又被我发现了 还是一丝欺骗 他每天跟我一起上下班 因为他坐地铁嘛 就是跟我同一时间出门 那天我正好有钥匙 落在家里的 然后我是十点多回遇的 发现他正好也在家呢 根本就没有去上班 是吧 当时是有一点欺骗吧 因为我们总是因为这件事情吵架嘛 那我就想先反核一下 然后再慢慢找工作嘛 等于被他抓了个现行是吧 然后后来他也就开始反正还是那样 一直也没什么改变 就是跟他之前跟我新生刚开始处的时候吧 就是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 以前刚开始处的时候 感觉他有点上进行什么呢 还能独立什么呢 而且每天回家还能吃到他做的饭 现在呢 现在呢 还让我给他往回待饭来到 这为什么连饭也不做了呢 他老嫌弃我做的不好吃啊 然后家务干的也不好 然后就想冷暴力逼我分手 那我也不想和他分手 冷暴力逼你分手 行 现在分手是觉得养不起了是吧 能力反正不太够了 你不分手是因为爱他吗 还是因为你需要他养你 也不是啊 是因为他 他觉得他达不到我父母给的要求 然后他就硬要分手 所以我可以把要求降低啊 不需要完全遵守我父母的要求 听明白了 这是另一件那个 咱把这件事也拍车拍车啊 他父母说你达到什么条件 你能娶他 因为上次回去不是跟他父母说 有房有车啊 他父母后来来了北京之后 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发现我就是生活条件非常差 然后后来他就觉得 他女儿不能跟我在一起 然后他父母就开始逼着我那个 逼你干哪个呀 就逼我买房 然后我现在就实在是 我也就有点那个忍受不了了 你忍受不了什么呀 他让我买房我根本就买不起啊 他要不让你买房 你还跟他分手吗 他不让我买房 但是我现在也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为什么不想跟他在一起呢 我感觉他这个人 现在没有那种上进心吧 就一个人奋斗太难了 太累了 对对对 那接着找工作去呗 是啊 还得走吧 你这找了多久了 姑娘 八百年吧 你喜欢她吗 喜欢呀 是一定要嫁给他吗 如果没有目前最好的选择的话 还是想跟他在一起 也就是说如果还有选择的话 就不要他了 是这意思吧 不会 因为我是也是第一次和他谈恋爱 不是 你跟他谈恋爱肯定是第一次 这是你的初恋是这意思吗 以前没谈过恋爱 对了 主持人们还有一条需要补充一下 就是上次他第一次回家的那一次 其实不是说是待不下去了 是他想回家相亲去了 家里给他介绍了一个更好的对象 是这样吗 父母是觉得这样的 你也是确实回去相亲去了 是吧 对 因为当时没有找到工作嘛 然后觉得心烦 父母就觉得应该让我回去吧 也就是说你那十五天失联是在相亲 是这意思吗 是 没看中别人 是这意思吧 因为我们刚相亲嘛 然后又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就是觉得不喜欢他 跟他有共同语言吗 毕竟都相处了那么长时间了 不是 你别凑合呀 这一辈子的大事 姑娘 我是深重考虑过 然后还是想跟他在一起 那他现在提出分手 你的意思呢 就是想让主持人 能不能调解一下 毕竟还是有两年的感情 真要分啊 对 实际是扛不住了 你指什么扛不住啊 不管是精神上啊 还是那个经济上啊 每天回家之后 他还跟我俩 就总是特别 就是念叨这些工作这些事 然后还给我施加压力 我实际我受不了 就比如说这个月就怎么怎么样啊 就相当于挣多少钱啊 现在他一个人挣的钱 够你们两个人在北京生活吗 够啊 够啊 就节约点 节约点就够啊 反正就是过不下去了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但是你必须得过下去是吧 嗯 他要跑能跑掉吗 我在家里等他 我看他不回家 啊 我在家里等他 你在家里等他 嗯 你在哪个家等呢 在他家等他 那你是跑不了了兄弟 你们俩谈过分手的事吗 谈过 就是分不掉是吗 对对对 就一定要分是吗 嗯 没得缓了 实在是 我真是 我问几句啊 其实一开始听的时候觉得 好像你们俩在一起 没听到多少感情的成分 是吧 日久生情嘛 对吧 处置天长可能有感情 你也是这样吗 因为 这两个北漂的嘛 在北京 其实特可怕就是这个嘛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需要一个依靠 那个时候你就靠到了他 是吧 现在你老靠他 他要靠不住了 怎么办 没房子架不架 架 这行吗 如果这个事他可以凑合的话 那个我还是可以那个 哎呀 我怎么就在这里面 听不到那个爱的部分 你们相爱过吗 肯定有 哦 有过啊 他要真给你分了 你除了在他们家等他 你还准备做点什么姑娘 暂时没想到 只能想到那句话 跑得了 和尚跑不了 没有 哎呀 这事就够吓人的了 你们看着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也一直在犹豫那个 刚才赵春老师说的那个问题 就你们两个人之间啊 看不到爱 可能是因为你们没说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没感受到 但我现在感受到 就四个字叫抱团取暖 从一开始两个人 在一起的目的都不单纯 我觉得女方呢 当时可能想的是 我就先凑合住一下 男方想 哎呦 天上掉馅饼 这姑娘 没地儿住 正好住我这儿 哎 说不定也能发展一下关系 就这样 两个人开始了一段 你们认为的爱情 所以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 你们的这个 恋爱的目的就不单纯 这一点我就不太看好 接下来呢 两个人有一个优点是什么呢 都坦诚 哎 我心里怎么想的怎么说 碰到更好的 我就再换一个 然后男生也是 我实在是扛不住了 女孩 你这个说的不好听 就有点像那种 骑驴找马 你知道吗 就是我先凑合着 我碰到好的 我再去试试 不行了 我再折回来找你 这不厚道 对这男孩也不公平 然后你不找工作 一直在家 游手好闲 这么大好的青春光阴 这么大好的时间 我就觉得你应该 好好静下来想想 你自己的价值在哪 这个事很重要 这跟恋爱没有关系 这跟你的整个人生 有非常大的关系 先找到你自己的价值吧 好吗 谢谢 你们俩刚才聊了些什么事啊 房子 欺骗 我们看不到任何爱情的影子 你们都是把爱情 作为一个幌子 满足自己的需求 女生是因为你有房子 你们合租行不行啊 你是找她初中 就是为了房子 有个住的地方 接下来呢 你想活得更好 所以呢 就消失了 回老家 其实是去相亲了 其实呢 看起来女孩是先被判的男生 但是在男生眼里呢 三次欺骗说的是平平淡淡 哪怕类似的欺骗 如果出现在真正的爱情里面 有一次 它就是最后一次 可惜啊 你不仅你知道了 第一次被欺骗的真相是什么 你还帮她圆了谎 还一起呢 在进行维系的 这所谓的虚假的爱情 你其实也觉得 从她那儿是能得到 你想要的东西 无外乎一个陪伴 或者说 如果她有工作 能分担你的生活压力 所以你们两个 真是半斤八两啊 各取所需 所以说让我说你们什么好呢 这段所谓的爱情 当然说清楚了 然后呢 赶紧就分开吧 只不过给你们两个人的教训 一定是说 爱情它是一个神圣 并且很严肃的 我们对它一定是要有敬畏的 否则可能就会伤到自己 因为你今后的幸福 其实有了一定的障碍 因为你对爱情这件事 压根就不相信 所以说如果真的要投入一场爱情之前 一定要问问自己的内心 我真是爱上对方这个人 还是把它作为一个工具而已 好吗 就这样 说实话 你们两个我真觉得挺丢面子的 你说两个大好的青年 一个女孩说 跑得两个和尚跑不了庙 你走到哪儿我追到哪儿 你的矜持何在 你女人的尊严何在呢 一个男人已经把你的尊严 从头到脚踩在脚底下 你还说我就要跟着她 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 我只能解释为 你是多么地颓废 多么地懒惰 年纪轻轻地找份工作很难吗 挣多没有挣少行不行 如果本领不高 我们学学习 学一些基本的技能 在这么大个北京城 还找不到你的容身之处 非要栖息在她的无言下吗 如果一个人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谁还会尊重你啊 说她我是为她好 我希望她能够敲醒她 不要再那样去作践自己 但是男生 你的问题更大 一个陪伴了你将近两年的女孩 你也说了曾经很温暖 就是因为她现在几个月不工作 你就嫌弃到她说 她不赚钱我养不了了 赶紧走吧 至于吗 在她最落魄的时候说 你赶紧走 就像个男人该说的话吗 生活不是这样的 只有你们自己成长了 自己尊重自己 自己有价值了 尊重了别人 才能值得拥有幸福 去锻炼吧 让自己成长起来 谢谢 都已经撕破脸了 为什么还要在一起 是因为两个人都觉得 大概也找不到什么更好的 所以干脆就在一起 男生说我扛不住了 最后来一句 如果你不让我买婚房 我还可以考虑一下 这话的潜台词就是 你的价值就是一套房子 娶不娶你 就看你开不开这条件 北漂本来的确是一件挺沧桑的事情 是因为不容易才抱团取满 但抱在一起是为了抱在一起生 不是为了抱在一起死啊 如果两个人都是准备抱在一起生 那就要同舟共计啊 你好吃懒做 天天在家里 正好碰上一个又是不愿意让别人占便宜的国 也不傻 你给我出去 你如果不买房真的可以吗 就怕我父母不同 哦 还是要买房 所以就算了 搬离那儿好不好 两年好歹是在一起抱团取暖 从今天开始彼此谁也不欠使 好吗 就这样 我一开始听的时候 我真的不觉得是感情 但是后来听起来 两年要分又分不得 他说了一句话 跟你看不到希望 他需要找一个跟他一起笨的人 你不跟他一起往前笨 那你怎么办啊 女生要想清楚 其实核心不是在分手 分不分手 结不结婚 是未来你到底想要一种 什么样的生活 好好想一想吧 男生也是一样 你未来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你们一会儿跟对方去描述 因为日子是你们过的 我们只提供我们外人的看法 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感谢这两年你陪我度过的 就是这些日子的嘛 就是其实在北京过的 其实挺苦的 但是有你陪伴的嘛 过的还是很舒服的 希望你以后晚上能找到一个 比我更适合你的嘛 我知道我这两年做得不够好 我自己也有很大的原因 但是还是很感谢你 抱拥了我这两年 希望以后各自的路好走一点 请亮灯 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如果他还像过去那么积极向上 努力地去工作 愿意跟你共同创造一个 属于你们的未来 你还愿意跟他在一起吗 那还是可以回到过去 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古方鲜红糖 现敖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来看看这些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 请问 来 姑娘 有话跟他说吗 我还是想感谢他这两年 对我的付出 今后的路我可以自己走下去 可以改变自己 可以努力生活 行 加油吧 没问题的 谢谢你啊 谢谢秦辉 我觉得今天这堂课上得挺好的 是他们自己给自己上了一堂课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给我们自己上了一堂课 学会善良 你会发现生活有不一样的颜色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晶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一被诗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 我跟一个大我八岁的 李易女人真心相爱 她跟我在一起时 笑得像一个孩子一样 一个人在外漂泊十多年了 失了很多的苦 我想以后能够好好地照顾她 给她一个安稳的家 因为年龄和经历的原因 她总觉得我们俩 不会走到一起 我该怎么做 才能帮助她迈出这一步 我很爱她 真的不能 她笑得像一个孩子 那是因为她经过 岁月的历练和离异的痛苦 变得更加的坚强 她知道笑得可贵 不希望再次掉眼泪 所以如何打动一个 比你更加成熟的女人 那就需要考验 你对她爱的后悔 切记一定要给她 足够地考虑时间 不要操职过激 我们的节目 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药保湿一被诗一被诗 冠名播出的一被诗 纯积水 纯净保湿 实时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 一被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被诗的线下 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股方先红糖 现熬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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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